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有结的征兆 就是你的儿子有结的征兆 你的父亲也是关切 就是祖上也关切这个事 祖上的关切有让你配合的 就是要你买的锁 你再问这锁是什么类型的 这锁不是 这锁就是说你的儿子 他有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直说了 觉得你就是有一个命结 这锁就是命锁的意思 古代人不是都用银去打一个保命锁吗 在这身上吗 就是要你给他消灾严寿 主上在关切 你有没有给你儿子消灾严寿 锁住就是不要让他被带走了 就这样了 再来 这是一个李女士 39岁 帮胡同修 四归一弟子 他说在七月上旬做个梦 梦中侄子 以为侄子溺水痛不欲生 妈妈在旁边责怪 你没有照顾好侄子 所以最近侄子变了很多 然后你在梦里想啊 我想一起死算 你看在梦里都是乱想 这时候忽然呢 梦中惊喜 没多久又再入睡 见侄子 好好在眼前 如获新生 就是他本来 溺水就是献溺 献溺就是他情境焦灼 这个就是 这个结恶 有化掉 有化解 就是可能你做了什么善事功德 或参加了法会 就给他化解了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